组织最后一位演员 上一季作为新人 很受大家喜爱 在线下也经常 据说经常有一些人追着他买票看 掌声欢迎小北 小北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北 今天有个主题 是恋爱我想和你谈谈 其实我想说的是恋爱综艺 我想和你谈谈 我去年上了特别大会之后 有恋爱综艺找够我 当时经纪人跟我介绍 他说这是一个艺人和素人 谈恋爱的节目 那么我说我作为艺人来说 还要多了解一下 对不对 我说那这个节目 有多少个素人呢 经纪人说加你一共30个 我说行吧 然后当时又联系到导演组 导演组给我介绍 这个什么节目 这是五位女艺人 和30位男素人的一个恋爱综艺 我说你等会儿 我说五位女艺人 和30位男素人 在同一个屋子里 这是个平等的恋爱节目吗 这不是女明星快乐屋吗 你不见得快乐 然后没有去啊 我就开始看恋爱节目 这两年真的非常多恋爱节目 现在恋爱节目真的很假 我很难带入进去 因为找的都是一些俊男美女 工作体面 身心健康 这种人怎么可能是 谈不到恋爱的人 就照着我这个刻板印象来看 我觉得他们不伤害别人感情 就不错了 而且之前确实出过事 上了一个热搜 当时一个恋爱综艺 两个素人在一起之后 发现这个男的 跟别的女生聊七七八八的 然后被网友一顿捶 当时我都蒙了 你知道吗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素人人设 还能崩的 我觉得节目组啊 如果真的想为我们这种老百姓 做点实事的话 他就找一些那种单身很久 母胎solo 渴望爱情生活朴素的 比如我的朋友 何广志 解决一下社会问题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恋爱综艺 真的太气人了 你知道那些人都太会演了 我太生气了 我跟你们讲 我有一次看个恋爱综艺啊 一对男女去逛超市 当去冷藏区的时候 那个女生准备打开冰箱 拿一个东西 那男生突然说 你等会儿 你离冰箱远一点 不要冻到你 我说等会儿 我说什么叫冻到你啊 我说这个女生 是不会使用冰箱是吗 如果你不说的话 她就马上进冰箱里了是吗 她说你走吧 我到家了 我说怎么想呢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女生过两天呢 就真的感冒了 只能说巧 对吧 然后男生第一反应 就是开车 然后出去买药去了 这种节目 一般都有观察嘉宾 观察嘉宾看到 那个镜头都疯了 都说啊 他也太甜了吧 我说哪甜了 我说这不就是卖卖棋手吗 那个观察嘉宾 很大的责任 就是烘托现场气氛 你知道吗 尤其是有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的时候 他们就会讨论 他说现在 一男一女 在一个私密空间 他们的感情 很容易急速升门 我说你放屁 屋里还有几个 盛项大哥呢 没有错 不然会怎么有 这么多镜头啊 你知道 我觉得现在的恋爱节目 跟我小时候 看得太不一样了 你知道 我小时候看的恋爱节目 都很真实 我小时候看的是 《非诚勿扰》 你还觉得 你还记得那个节目 有多真实吗 就是一个男生上来 说大家好我是 没等这个男生说完 那女生说 这也太丑了吧 就把灯按了 然后随着那个男生 介绍自己 然后听到那个 然后直接开始 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那才多真实 而且我觉得 现实中的爱情 不会像恋爱 综艺那么做作 因为现实中的爱情 都是互相折磨 之前我谈恋爱的时候 我女朋友突然有一天 问我 她说小北 最近发明出一种 能够让男人 体验分娩痛苦的仪器 你要尝试一下吗 我说什么玩意儿 我真的是没听懂 然后我上网开始查 然后弹出来 第一个词条写的是 男子体验分娩痛苦 痛到发抖 女朋友在旁边感动到 泪流满面 我心想那是感动的吗 那应该是笑出了眼泪吧 你知道吗 我还问我的女朋友 说为什么要让我 舔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那么疼 我女朋友说 让你舔这个东西之后啊 你知道我们女生 有多不容易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姐妹们 我们男生体验之后 第一反应 不会觉得女生有多不容易 我们只会觉得 还好是个男的 我下辈子还要做个男的 我要做男人forever 而且我觉得 你不要让老公 体验那个东西 男人那个德行 你们还不知道吗 没有体验之前 你老公陪你生孩子的时候 你在旁边问 老公你知道我都痛吗 你老公说 宝贝以后加倍的你好 所有包都买 所有家务都我做 假如体验之后 你旁边问老公 你知道我都痛吗 我知道啊 小指的现场很好 而且这次疼了之后 你得到了一个宝宝 上次我疼的时候 只得到你的嘲笑 你看 就是现实中的这种爱情 确实残酷啊 然后折磨啊 没有恋爱尊艺甜 但是还是希望 大家能够勇敢地 在现实中谈恋爱 因为生活中 体验了真实的痛 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小北 谢谢 喜欢小北 喜欢小北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为他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怎么还 二 勒索观众啊 一 请锁票 哎 小北你到底去没去 你综艺说半天 没去啊 为什么 这不是综艺吗 就是我 我实在是 受不了那种 在镜头面前 真实的谈恋爱 我觉得大家都 也有时候也不是真实的 对 也是真实的 对 但确实 他的这个顾虑 考虑在前面是对的 我参加过这种节目的 观察员嘛 不是 您去谈啊 你就是跟三十个素人 那个是吗 因为是这样子的 因为有一次就说了 说然后是跟一些 不是素人 是明星朋友之间 对 我断然 断然拒绝 我说这个好可笑 是节目吗 他说就是个节目 但是当然了 如果你喜欢谁 我说我需要在这里 喜欢谁吗 对 不都明星吗 我全认识 听完句 然后我就就跟那金姐一样 我就是听完他们经验 我就小心去选节目 去上节目的时候 就是心态不一样 所以你刚才说 到底是不是应该 用一个节目的心态进去 还是用真心去进去 对 可是 真的是 对这种节目不能演的 对啊 真的不能演 不能演的 那结果不都是演的吗 不是演的 至少我没有 小北 这个台上已经有三个观点了 综艺节目到底是什么 自己去摸索吧 行 行 请两位来到舞台中央 来咯 小北发挥挺好的 我们来看最终的得票情况 我觉得张彩玲很聪明 他写稿能力 创作能力都没问题 彩玲冲 希望他可以 我可能就比较喜欢讲这类段子了 就比如拿问问题这个小点 我们去拓展开来 去表演一下 当然就可能不是所有人都会有共鸣 说实话 我演完之后觉得自己不会被淘汰 就感觉就反馈很好 哦 哦 谢谢大家